这个页面嵌入的几种方式 把戒指引到页面上来 那么大家实际上的话 我们习经实际上是有优势的 大家学这个语言的 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学了一套编成语言 再去学另外一套 实际上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什么呢 不同的就是关键字不一样而已 关键字不一样而已 逻辑都是一样的 逻辑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程序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 算法和逻辑吧 也就是算法吧 算法是什么呢 算法就是什么呢 解决一个问题 你的这个思路是怎么样的 说的白点就是说 比如说做这件事情 你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然后做什么 这不就是算法 算法就是说 就是你做这个事情怎么做 这就是算法 你的这个逻辑如果好的话 就写的代码少吧 如果这个逻辑不好的话怎么样 这是什么 代码写的很多很荣誉吧 是吧 这是算法 算法说白了就是说 你这个 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步骤去解决 是吧 就是算法 好 那么的话 大家对什么呢 在前面学的python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个逻辑的一些训练呢 是吧 那么就学这个语言的话 相对来说什么 就比较快一点 那么实际上就是学一些关键字 是吧 我的关键字可能跟这个里面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一些逻辑啊 写法之上 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啊 比如说我们介习师里面也有什么 变量啊 循环啊 函数啊 都有这些东西 是吧 都有这些东西啊 学个一两套语言的话 再学第三套语言就更快了 是吧 实际上我们学语言的时候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学的不是一种语言啊 是学的所有的语言 实际上是学的所有变成语言 那么你在学另外一套语言的话 实际上是很快啊 就是把关键字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接下来往下看的话就是 关于这个变量 是吧 竟然是里面的变量啊 好 竟然是里面它这个变量啊 竟然是的话 它是一种什么呢 弱类型语言啊 弱类型语言 什么叫弱类型语言呢 就是说 它的变量类型什么呢 是由值来决定的 是吧 那Python也类似吧 Python也类似啊 也是属于什么 弱类型语言 是吧 就是说它的值是什么 什么类型 它这个变量就是什么类型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有不懂什么呢 不懂这个编程的人 发音我们什么 竟然是的书啊 它怎么发音呢 它说 加弱类型语言 是一个很弱的语言 它就要翻译成这样子 是吧 所以说它不懂编程的话 它就不知道怎么发音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知道怎么发音啊 就指弱类型语言 是吧 它不是很 很严肃的强调 这个类型是什么 是吧 没有像G语言那样 或者是什么 加弱语言那样 是吧 就很明确的强调啊 这个变量 就是一个整数 是吧 就是一个数字 或者就是一个字符算 是吧 我们的话 就是声明的时候 让它复制的时候 才知道它是什么 类型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一个什么呢 弱类型语言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的这个 G语言语里面 变量的声明的话 怎么样 它需要用到 关键字这个 这个关键字啊 好 Python里面就不用吧 Python里面 第一句就是声明吧 然后后面再一句 就是什么 改变它的值 是吧 它不用这个瓦是吧 那么我们既然是 里面要用这个瓦 是不是这样的 瓦来生明一个变量 好 来看一下 好 既然是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类型 变量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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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类型 好 保存一下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讲课的话 还是按照这个什么呢 第二种嵌入方式来讲 就是这个用这种什么呢 这个 这种类嵌式的来讲啊 这样比较好写啊 就是代码和什么呢 既然是代码和HM代码在一块啊 那么这样比较好写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开发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用什么外链式的啊 好 比如说我来写一个script 是吧 script 好 假如说我这里面要生明一个变量 是吧 生明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拿一个 哇 一个什么呢 是吧 比如说变量类型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 我生明一个数字类型 是吧 比如说拿一个lum 是吧 i-lum 好 那么我这么定义这个变量的 这个 这种方式呢 是属于什么呢 下面有一种方式叫做什么呢 我等会来说啊 叫做什么 匈牙利命名风格 匈牙利命名风格啊 叫匈牙利命名法啊 它是怎么意思呢 它既然不知道变量的类型 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种方式来命名啊 比如说一个整数的话怎么样 前面加个i 有没有 i 然后后面一个值的话 用大写 是吧 大写 就表示这个是整数啊 用这种风格来命名啊 比如说我命名这个i-lum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表示一个整数啊 好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就是突出我们的什么呢 风格吧 或者是我们的态度吧 我们写代码是怎么样 严谨的 是这样的啊 是比较严谨的啊 如果我代码 代码写的怎么样 其实首先的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把样子给做出来吧 是吧 把样子做出来啊 就写的规范一点啊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假如说等于一个十二 是吧 好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负值语句吧 负值语句 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个十二 这个等于号是负值啊 就把十二强加给他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 它是一个过程啊 它是一个动作 没有没有 它不是说他们两个相等 它是一个动作 就把十二强加给他 没有没有 就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变量名吧 变量名的话 可以什么呢 可以举例是吧 举例的话 比如说我们 你们经常举例的什么 用这超市里面 是吧 我们有一个袋子是吧 把我们买的东西放在袋子里面是吧 那么这个变量名相当于是一个袋子吧 把我们的这个东西提起来是吧 就方便操作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啊 类似于这个啊 好 那我生命了这样一个变量之后是吧 那么我要用这个变量 是不是这样的啊 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弹出它是吧 好 那么Alert这个东西的话 是系统内置的一个什么呢 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可以弹一个弹框出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个功能的话可以什么呢 帮助我们做一下测试啊 还做一下什么检测啊 那么用这个是吧 好 那么如果有时候真的要提示用户 提示用户一些信息 怎么样 也可以用这个Alert吧 是吧 Alert啊 好 我把这个 它弹出来是吧 那么直接写这个I-LUM 是吧 是不是这么写啊 谁这么写啊 好 那么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我这么写可不可以 这么写的话 它就是一个字符创的 它就不是指这个变量了吧 是吧 我现在要调用这个变量就怎么样 不用这么写吧 如果直接这么写的话 它直接把它弹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大家还是清楚了啊 好 字符创和变量大家要分清楚啊 字符创的话就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什么 引号引起来的那个东西 就叫字符创 是吧 它里面是无意义的东西 是吧 它写成什么 就表示什么 就写成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变量的话怎么样 它是什么 是可以 最终会转换成真实的值的吧 是这样的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它 是吧 运行一下它 那么这个是弹出一个十二吧 是这样的 这是基本的变量 好 那么这是关于变量的生命 以及调用 是吧 生命以及调用 好 那么我们变量的话怎么样呢 变量的话 它实际上怎么样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的变量类型 比如说我生命一个什么呢 字符串的变量类型 是吧 我再来看一下 字符串的话 比如说我拿一个Y 一个什么呢 字符串 字符串的话 那么 这个匈牙利命名风格什么呢 先加一个小S S是什么 Stream吧 Stream 后面的话就写一个大写 后面的话你可以随便写 StR 是吧 这个就表示一个字符串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 后面的这个英文的话 你可以随便写 但是第一个字母 叫大写 是吧 它是这种风格 是吧 它这种是属于什么呢 陀峰式的吧 陀峰式是吧 陀峰式的啊 小陀峰是吧 小陀峰啊 好 那么假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什么 这个 引号引起来吧 是吧 比如说ABC 是吧 ABC 这样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啊 这样一个字符串啊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的吧 是吧 好 那么调用它同样的什么 调用它是吧 AERT 是吧 AERT 是吧 AERT 一个什么呢 ST啊 是吧 那么就可以弹出来吧 看一下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字符串啊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弹出一个12 再弹出一个ABC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关于变量的话 声明的话 还可以怎么样呢 还可以共用一个WAR 共用一个WAR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声明的话怎么样 就性能高一点 把它合成一句 合成一句啊 好 我们建议师里面 这样什么呢 写完之后什么 再写一个分号 这个是表示一句建议师啊 表示一句建议师 好 这个是第二句是吧 这是第三句 这是第四句 相当于什么 总共有什么 有四句建议师吧 好 那么再说一点啊 我们建议师里面 就是没有什么 严格的说进 Python是不是有 严格的说进呢 建议师里面 没有严格的说进啊 你可以不说进 我们说进的话 只是为了好看而已 你不说进也可以 不说进也行 不说进就不好看 是这样的啊 就不方便阅读 但是你不说进 它也不会有问题啊 不会有问题啊 我们建议师 最终可以什么 压缩成一行代码 把整个建议师 压缩成一行都可以的 是吧 压缩成一行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建议师的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两句话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合成一句啊 合成一句 可以怎么写呢 这么写 是吧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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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等于十二啊 打个逗号啊 然后是 STR啊 STR啊 STR等于什么呢 等于ABC 是吧 等于这个引号 ABC 是吧 这是不合成一句呢 是吧 合成一句的话 就相当于两句 合成一句就少了 少就是性能高一点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建议师啊 好 那么建议师的话 接着来说一下这个 先不说这个类型嘛 先说一下这个注释啊 好 注释的话呢 那么 建议师里面有什么呢 单行注释和多行注释啊 单行注释的话 就直接写两个斜杠 写两个解汉啊 比如说我想把这两句注释下来 是吧 比如说注释这一行啊 那么直接写 前面写两个斜杠就可以了啊 斜杠是吧 斜杠啊 比如这个的话 斜杠是不是注掉了 注掉之后就表示 这两句什么 可以合成这一句啊 这是单行注释啊 好 好 那么的话就是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单行注释啊 好 那么如果说你想 写多行注释的话 这么写是吧 和这个样式里面一样的啊 多行注释看一下啊 多行注释的话是这么写啊 和样式里面是一样的啊 和样式里面 样式里面我们写多行注释的话 是这么写是吧 那么这个先一个斜杠 然后一个信号啊 然后再来一个信号 斜杠是吧 好 这个里面包的东西怎么样 都可以什么呢 写上啊 比如说这是多行注释啊 多行注释啊 多行注释 你说再来写是吧 比如说 下面啊 一样 两个 两个什么 电量 声明 是吧 声明合成一句 是吧 合成一句 这样的啊 合成一句啊 好 这样子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单行注释和多行注释 是吧 好 就是这样子啊 好 这样的话就是为了性能吧 为了性能啊 只要是一句的话 就比两句实行效率高一点 好 那么就是关于数字和什么呢 制服串吧 数字和制服串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界仰师里面的变量类型啊 界仰师里面变量类型的话 那么这个什么呢 也是 经常考的一个什么面试题啊 这个考的话经常是什么呢 就是在电话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个问到啊 电话面试的时候 比如人家问你 你会不会界仰师啊 你说会啊 那么你说一下这个什么 这个界仰师的什么数据类型 让你说一下啊 有几种数据类型呢 那么就大概可以这么说是吧 那么第一种数据类型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Lumbo 就是数字类型吧 数类型啊 好 第二种是什么呢 String是吧 制服串吧 制服串啊 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第三种类型的话 也比较好理解吧 就是布尔类型是吧 那么它的值是什么 就有什么 True和Force吧 只有两个值是吧 要么True要么是Force啊 好 第四个和第五个类型的话 就有一点绕了啊 第四个是属什么呢 Undefined类型 Undefined的类型啊 好 什么是Undefined的类型呢 这个类型的话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的 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这个变量的值未定义 就叫Undefined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ndefined的类型啊 好 假如说我这里面再来声明一个啊 比如说我声明一个什么呢 这个变量啊 比如说我本来这个变量要要要放这个要放这个数值的 我先不给它数值啊 比如说我拿一个I I run I run02 好 我就这么声明 但是我不给它负值 明白没有 我不给它负值之后 那么它的值等于多少呢 我来把它弹一下是吧 弹一下看一下啊 好 弹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Alt一个什么呢 I什么呢 I run02是吧 那02啊 好弹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我可以先把它注掉啊 这两个注掉 好 这个时候注掉之后 看一下它的大小啊 看一下它的值 这个值是多少 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它的值就是什么 Undefined 是不是这样的啊 Undefined啊 好 Undefined可以怎么理解呢 就是 如果一个变量声明 但是未初始化 实际上就是未负值 是吧 变量声明 但是未负值的话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 它是一个值 这么理解就行了啊 就是变量声明之后 未负值的话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 好 这是关于Undefined的这个 一个比较特殊的变量类型 好 那么接着的话 还有一个第五个类型 就是什么 那类型 那类型是什么呢 就表示空对象 空对象 空对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生明一个变量 把一个变量先等于一个什么呢 那 然后的话 这个怎么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站位符 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放成一个对象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值 是不是等于Lar的话 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值 有没有真的对象 好 比如说我们后面怎么样呢 后面如果是碰到什么呢 在页面上获取元素的时候 获取不到的话 怎么样 也会是Lar类型 Lar类型 好 那么最后一个类型是什么呢 复合类型是什么 Object 这五种类型 好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话 我们后面再碰到实际的历史头 再跟大家详细地说一下 大家大概得先知道 那么这五种基本类型 五种基本类型和什么呢 和什么 一种复合类型 好 大家先看一下这四种类型就行了 那么后面这个Lar Object 我们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 碰到实际的历史头再说 好 这是关于这几种类型 那么的话 人家面试的时候问的时候 你把这几句说下来就行了 比如说你说五种基本类型 那么就这五种 基本类型 那么一种复合类型 就是Object 完了 是吧 这么说一下就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这是关于这个建议室里面的 这个注释 刚才说了吧 一个是单行注释 一个是多行注释 是吧 好 这样子语句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以这个分号结尾吧 是吧 以分号结尾啊 那么分号结尾就是一句 好 注释的话就说到了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呃 什么 就是单行注释和多行注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关键字 我们说这个关键字 它的这个命名的规范 来说一下啊 规范有于什么呢 首先的话我们变量呢 比如说变量或者函数名啊 或者属性名或者是函数参数名称啊 这些名称它的命名的一个规范啊 有这么一个规范 什么规范呢 大概就是三点啊 那么的话 第一点是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比如说你写大写的A 和小写的A 这是表示两个变量啊 它不是一个变量 明白没有 啊 这是区分大小写啊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字符 第一个字符必须是数字 下话线或者美元符号 第一个字符啊 第一个字符不能是数字吧 必须是字母 是吧 或者是下话线 或者是美元符号啊 就这么三个啊 三个东西啊 不能是数字啊 那么其他的字符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字母 或者是下话线 或者是什么呢 美元符号 或者是什么 数字吧 是吧 其他字符可以是数字 第一个字符不能是数字 只能是字母 或者是下话线 或者是什么 美元符号 这是关于这个见识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 那么这个匈牙利命名风格啊 这是按照这个规则 来制定的一个风格 明白没有 这个风格的话 什么 它是第一个字母 都是字母吧 是符合这个规则啊 是符合这个规则啊 好 那么它只是说 第一个字母的话怎么样 它就把这个类型放上去了 是吧 那么的话 用这种方式命名的话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 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吧 是吧 这样方便我们编程啊 方便编程啊 然后的话 我们的这个成语 写得比较严谨 比较规范 是吧 比较规范一点 好 起码我们这个 什么 这个样子做出来了吧 是吧 把这个样子做出来 好 那么好 我们大概先了解一下 比如说这个对象的话 用这个O 好 先了解吧 比如说整数的话用I 整数的话用I 字母算的用S 是吧 负尔值的话用 用这个B 是吧 好 其他的话 我们实际上了解 实际上了解就行了 实际上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那么大概先了解 这三个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命名的一些规范 以及风格是吧 好 它是一种风格吧 这种风格怎么样 就是一种什么呢 你可遵守也不可遵守的 也可以不遵守是吧 你遵守的话 就是按照这种风格写的话 就方便你变成 好 这是关于这个基本的一些东西 基本的一些东西 好 那么并量说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关于这个 获取元素 好 把这个说完吧 好 获取元素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 GNS里面有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功能 是什么呢 GNS是可以操作HTML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GNS很大的一个作用 很大的一个作用 是用来操作HTML的 是吧 如果说他不能操作HTML 实际上是他自己 制成一套语言 没有什么意义 是吧 那么你其他语言也可以啊 是吧 为什么要GNS呢 GNS实际上可以说是 他有这个操作HTML的什么API 说的专业也是可以这么说啊 他有操作HTML的API 或者说他有操作HTML的借口 是吧 API也叫借口吧 或者直接说的 更白坏点说什么呢 他可以操作HTML 就这样的意思啊 刚才说的API 或者是接口的话 是说的专业的说法 是吧 简单之外 是什么呢 他就可以操作HTML 是吧 其他语言操作不了 没有没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一个 什么呢 这个获取元素 获取元素的方法 一 获取元素方法一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怎么获取元素呢 来看一下啊 好 获取元素啊 我们呢 再来新建一个啊 比如说 000009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获取元素啊 好 获取元素之后 我们怎么样呢 实际上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好 保存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里面怎么样呢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DIV啊 好 比如说这个DIV啊 DIV什么呢 这个ID什么呢 等于DIVE啊 为什么要写ID等DIVE呢 我前面是不是说过了 ID是不是给了程序来用的 是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ID了啊 ID是给了GS来用的 是吧 我们就不要给样式用了 是吧 样式用class吧 是吧 那么ID的话就用GS啊 比如说 比如说这是什么呢 啊 这里面文字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 一个DIV元素吧 DIV元素啊 好 DIV元素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啊 拿一个 嵌入这个建议式吧 建议式啊 好 建议式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如果 如果我们想获取这个DIV是吧 怎么获取呢 这么获取啊 那么用什么呢 用这个 这个类质的对象啊 类质对象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用就行了啊 好 后面再详细讲啊 它里面有个什么对象呢 有一个什么 Document 类质对象啊 Document 这个类质对象 那这个类质对象里面有个什么方法呢 有一个 GET ELEMENT ELEMENT 然后是BY ID 这个方法够啰嗦吧 够啰嗦啊 好 这样一个方法啊 好 这个方法什么意思呢 就是获取 什么 GET是获取吧 ELEMENT是什么 元素 是吧 BY是什么呢 通过 通过什么呢 通过ID 是吧 好 那么的话就把这个ID写到这个地方来啊 写到这个地方来 是吧 写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ID的是一个值吧 是一个值的话 它是一个字符串啊 记得这里面要写个字符串啊 比如这里面写个DIVE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DIVE了啊 获取到这个DIVE之后怎么样呢 好 那么我要正常进行一个操作是吧 那么最常见的操作是什么呢 操作它的什么 操作它的属性 最常见的操作是操作它的属性啊 比如说我想操作它的什么属性呢 操作它的时代属性 啊 我们知道比如说我这里面我想设置这个元素的什么 它的颜色怎么设置啊 比如说我行间样式的话怎么写啊 时代等于什么呢 color是吧 color来一个什么 red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啊 这么写啊 好 现在的话我不想这么写 我想要用戒牙式来写 是不是可以啊 好 我们今天不是做了什么操作它的风度size的属性吗 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写啊 比如说我操作它啊 等会我再操作它风度size的属性啊 好 那么怎么写呢 好 这个时代属性啊 那么这里怎么写呢 这个就代表这个DIVE吧 这个就代表这个DIVE啊 然后它的什么呢 点时代 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写啊 点时代 然后怎么样呢 在时代里面 它的color吧 好 这怎么写呢 点color 就这么写就行了啊 点color是吧 好 然后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red 记得这个red是一个值吧 而且就是一个字符串啊 等于一个red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删掉是吧 好 那么这一句的话可不可以运行呢 来看一下啊 好 很遗憾 那么这句是不能运行的啊 很遗憾啊 好 那么这句为什么不能运行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坑啊 有一个坑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点右键检查啊 检检查 那么它会报错啊 concel是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concel啊 concel报错什么意思啊 不能阅读什么 不能read这个什么 属性吗 时代属性 of love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对象是空的 啊 这个对象是空的 他为什么没有获取到这个对象呢 是吧 为什么是空的呢 那么在牵涉到这个 既然是运行的这个过程 啊 好 它是什么运行呢 它先读这一句是吧 好 再读这一句 再读这一句 再读这个 这个是吧 读到这一句 然后再读到这一句怎么样 就运行吧 运行之后 它去页面上去找一个 DIV ID等于DIV1的一个元素 它怎么去找呢 它找不到啊 因为下面还没加载 有没有 是不是找不到啊 找不到啊 找不到的话 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解决呢 这么解决啊 把它写到后面就可以了啊 这个键是可以怎么样 把它写到后面去 比如说把它剪切一下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可以 既然是可以这么插入啊 可以放到body里面啊 好 这么插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这是不是可以了啊 好 这是可以了啊 好 那你这么写的话 就是是不是很 很别扭啊 是吧 你为什么插入到这个body里面呢 是吧 总得有解决方法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啊 好 我任要 我一定要写到上面去 是吧 一定要写到上面去啊 好 写到上面去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啊 那么在外面包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也是约定属性的一个写法啊 原始里面一定约定属性的一个写法啊 好 包一个什么东西呢 包一个什么 好 window啊 window onload啊 onload window onload 然后是等于一个什么呢 function 啊 然后是小括号啊 花括号 然后把整体的这一句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 放进来啊 好 好 放进来之后 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的整个这个页面啊 或者是整个这个页面加载的时候啊 window onload就是指的我的整个页面加载完之后怎么样 再执行这里面的语句 明白没有 就是等我整个比如说这里面整个的页面全部加载完之后 再执行这一句啊 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变得红的啊 这是不是没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写法是约定俗成的啊 约定俗成一个写法啊 这么写的啊 那么后面我们还会学到一个写法 就比这个更快啊 当然是J.Corey里面的写法啊 那么不行的话 我们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用这个写法来写啊 好 这个写法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当文档全部加载完之后 再执行里面的语句啊 当然先这么写着啊 那么一会儿我们后面学到函数的时候怎么样呢 会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写啊 好 这是它里面的写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写法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既然可以操作这个什么呢 它的什么read是吧 接着再操作一下啊 接着再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操作它的什么呢 fondocides是不是可以啊 好 同样的啊 document是吧 点getelementbyd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dive是吧 好 它的什么呢 还是什么 是带里面的吧 是带里面的点什么呢 fondocides啊 好 这么写啊 这么写有点问题啊 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写法的话怎么样呢 假如说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等于一个30ps 可不可以啊 好 等于30ps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这个是不行的啊 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 这个中间有一个斜杠啊 斜杠 好 有一个横杠啊 像这种横杠的形式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这种写法放到gs里面 我们在4s里面是这么写吧 gs里面要写成图峰式的啊 图峰式怎么写呢 把这个横杠把它取消掉 然后把这个s把它大写就行了啊 这么写明白没有 这么写啊 好 是不是还是有点麻烦是吧 很多规则啊 好 大家把这些规则记住了就行了啊 就是你在后面写样式的时候 样式属性的时候 反而是碰到这个什么 有横杠的 你就把它改成图峰式的 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就这样子啊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什么 变成30像素了 30像素了啊 好 这个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属性的设置吧 属性设置啊 好 其实再说一点啊 好 我们看这个什么呢 看这个写法是不是有一点点 融于啊 是吧 比如说它怎么样 它 设置红色啊 又是它怎么样 又是它吧 设置字体大小吧 可不可以把它们 稍微简单一点的啊 是吧 那么可以这么做是吧 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先定一个变量把它存起来啊 是不是可以啊 把它合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合一下啊 把这个注掉啊 好 这个注掉之后再合一下啊 好 怎么合呢 比如说我先定一个变量 挖一个什么呢 O DIV啊 这个O的话是表示什么 对象吧 实际上我们这个货学就是一个对象啊 就是一个HM对象 我知道它什么呢 等于一个Document啊 点GetElementById 是吧 然后这里面什么 拿一个DIV吧 好 这个的话是怎么样 是不是把这个货学的对象 负责给这个变量啊 负责给它之后 然后我再操作它 是不是就一样了 是吧 操作它 那么就好操作了吧 比如说ODIV啊 然后它的什么呢 Style 点Color 是吧 Color啊 好 就等于一个什么 Red吧 Red 是这样的啊 好 再来一个ODIV 它的Style 点什么呢 这个 PhongerStyle 是吧 PhongerStyle 等于一个 30px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是不是 更精简的啊 是吧 更精简啊 好 那么 就是 用变量 用变量 精简代码 简化 简化代码 好 用变量 简化代码 好 这个写完都怎么样 是不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个 DVE 这个ID要写对啊 这个时候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可以啊 一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属性的操作 是吧 那么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个属性的啊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样式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属性的啊 那么 还没听过 我们下属性的啊 那边是什么